寒雪夜裡 得到一視楚光 人往後裡 太高的故身寒 兩秒記 照亮人 不算憐悶 門徒在街中 得到他之人 可及迫水分多 就以火柴傳邦 人群內 找到需要的一角 香港人一直被人的印象很現實 重視利益或金錢至上 不過原來在同一個地方 有另一群人 可以完全不計較自己的付出和收穫 即是本著基督的愛 去服侍其他人 他們是誰 他們就是一群 為人實現夢想的街頭門徒 其實神給我一小時候 已經有一個很大的意象 就是希望能夠將這麼好 這麼感動人心的福音詩歌 變成一個主流文化可以聽到的東西 Gary 你聽到這個任務 你心裡覺得怎樣 覺得很興奮 是 我們經常都期待 當一些基督徒能偽新出來 做一些音樂報道事工 因為音樂報道的感染力 詩歌裡面的意念 神境愛可以放得很大 不如一起聽聽 其實這位朋友叫Prysilla 他發了很多首歌 不如聽聽其中一首好嗎 好 珊瑩 你為何言不快 靠著神 家裡永是全障礙 真的很努力 欠我的沙槌 否則 這個不太適合他們 做福音工作 妙街那些 擺檔 對 沒錯 擺檔 熟視到那裡的 親分識友 我最大的夢想 就是可以有首歌 在福音唱片上佔一首歌 我能夠唱一首歌 是非基督徒都很喜歡聽 因此福音可以廣傳 透過這次大家想 Jarson給我領袖的東西和分享 希望改變時不能過去 真是可以祝福萬人的一個福音歌手 大家覺得有甚麼茶舞 在餐廳 這些就是挑戰 我記得剛才問她 你好像經常彈自己 她說是,我真的經常彈自己 因為可能我家裡 每個人都習慣這樣彈我 我希望在幫她的過程中 不是只包裝她做一個歌手 而是她從女到外 都能夠更加有自信 更加有信心 她是可以是好的 嗨,老師 教育師傅,你好 歡迎來到Eternity的總部 好,好,好 你好,你今天漂亮了很多 多謝 先介紹練習 Eternity的創作總監 Jason 黎家俊 他幫外面很多唱片 做製作、編曲、作曲 為何要她出現呢 就是今天研討一下 作曲和編曲 有甚麼要注意 我說一下 我第一次接到這首歌 我去聽的時候 第一個印象給我 就是這首歌 好像是一些很懷舊的東西 譬如好像那些… 怎樣說呢 好像人家那些… 馬來亞風情那些 因為你馬上會想到 這首歌 如果你這個編曲 如果加些沙咀 如果加些沙咀 還有辦法 對,如果加些沙咀 就會好像馬來亞那些春色 拍照葉馬 是XXX那些 我覺得他受教的 當然程度還可以提升 他接收一些事情 有些選擇性 我真的不懂 真的要 怎麼可以 嘗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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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他不是一個 一向都很闊層面 聽音樂的人 就會在編曲上 遇到很大的分難 就由頭開始 我會形容 如果給分 那就… 剛剛合格 我們當然不會追求 剛剛合格 我們獻祭給神的時候 都希望 把最好的獻賞 但現在 可能這一刻 從他來說 他已經得到100分 希望我可以有 跟大家突破 希望… 神給我一個機會 現在正在給了 你知道嗎 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糟了, 又在拍攝了 Jerry, 我們今天來 有個特別任務 很艱辛 對, 我知道 你之前跟他忙了一陣子 我現在一起會合 我們要做什麼呢 看看我們的裝備 我們今天有整個形象大革身 對, 我們要幫他挑衣 沒錯 Picela, 你戴了一些 你覺得可以很行客 可以出場面的衣服 對 可否讓我們看看是怎樣 對 可以看看嗎 真的看到嗎 對 在這裡看嗎 對 在這裡看嗎 對 我覺得今天已經比想像中好 因為平時看到他 都是好像銀行上班的衣服 今天就是那些 好像我媽媽穿的那些 上一年多的衣服 我以前見過的 這些 漂亮嗎 我媽媽穿過這些 我媽媽穿過這些 你剛剛穿過 衣服 這件衣服也不錯 如果沒有選擇的話 他有點固執 而且有時候博了博蝕 我們今天就抬出去 一起玩一下 希望他能夠有新的特徵 對, 你是哪件 看不到 等一下, 讓我看看 我好像在底部 最漂亮的一件看不到 沒辦法 這件在這裡 好, 先看看 很漂亮的 而且我也發現 其實在他這麼多的固執裡 他又有一種自卑 好像覺得自己不夠信心 會做得好 不會穿得好, 不會穿得漂亮 希望在這個過程裡 都跟他一邊玩 一邊去創造一些突破之餘 也希望能提升他的自信心 不過呢 Gary, 我們覺得他的衣服不是不漂亮 不過好像時代一樣 就差了一點 你自己覺得嗎 對 不知道 不如我們試試新的東西 這些是你平時穿的 我們試試一些 不如帶你去選一個新的形象 試一些新的衣服, 好嗎 好 好嗎? 你說了抬出去, 希望突破自己 好 知道你也有點憂慮 你有些憂慮, 告訴師傅吧 有什麼憂慮呢 有一點的肚子 有一點的肚子 有一點的肚腩 還有一點的肚腩 還有一點的肚腩 你叫肚腩?想不到 他原來最擔心我們 是揭開肚腩 還有表露了肚腩 我們就向這個方向去做 不行, 不行 不要 加油, 你給我們一點信心 是嗎? 不行 走吧… 首先裡面 他穿了一件背心 再穿T恤 再穿外套 他穿了很多東西 可能你這樣穿 他很簡單 是嗎? 他穿了一件 這隻腳比較漂亮 那個很適合 很適合 還有還有頂帽子 真的嗎? 整個頭這樣 是嗎? 馬上不一樣了 是嗎? 好, 又試一下這個 三百多 剛才你穿了 那個完全不同的衣服 有甚麼感覺 我覺得… 我自己… 新潮 你們又稱讚我 我就很開心 原來他需要讚賞 對 很漂亮 對 那次那個也比較適合 他… 他… 他試試拔眼鏡 你看看 其實我們看而已 這樣才會看 我看不到 會啊, 來 聽一下 是嗎? 對, 很帥 好, 行了 就這樣吧 行了 行了, 行了 行了 好了, 終於對 好 看Bicela的樣子 大家明白那個喜悅 說更新的感覺出現 來 由編曲到改變造型 Gary都花盡心思 希望可以將Bicela 改造成一個更有時代感的福音歌手 雖然已經完成外形上的改造 但是Bicela的心裡 原來仍然有很多地方需要重整 究竟她的新心靈大改造 最後能否成功呢? 最終她又能否鼓起勇氣 踏上舞台去分享她的福音詩歌呢? 請繼續收看下一節的 《人生熱線之夢想成真》 《寒雪夜裡》 《得到一時初光》 《人往後淚》 《太高的故身汗》 《兩了幾少量人》 《不算憐憫》 《悶逃在街中得到他自人》 《可吸的水分多》 《正以火柴傳崩崩》 《人群內找到需要的一個》